大家好 今天我和凯文被大家带来的分享 是Apache Summary云原生机器学习平台 首先自我介绍 我叫刘欣 是滴滴的大数据高级技术专家 目前是Apache的member和浮化器导师 同时也是几个项目的PMC和Commit成员 今天带来的分享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部分是Summary是做什么的 第二部分介绍Summary的现状 第三部分将由Kevin为大家演示Summary的Demo 第四部分将会介绍Summary的未来规划 Apache Summary是一个可以进行机器学习 全流程处理的一站式工作平台 它以云原生的方式运行在KBICE和云之上 Summary是在2019年由Hydrobo社区贡献给Apache 并成为顶级项目 Summary项目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潜艇是唯一能够载人进入深海 进行科学探索的人造设备 所以我们将项目命名为Summary 希望Summary可以帮助人们在知识的海洋中进行深度的科学探索 我们知道在机器学习的开发过程中包括了数据加工 数据处理 作业调度等等非常多的工作内容 一个完整的端到端的机器学习平台隐藏了非常复杂的技术站 就如同Google的机器学习中的技术在论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机器学习的算法代码只是整个平台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另外还包括了数据处理特征工程 资源管理 服务发布和系统监控等等非常多的内容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机器学习平台的需求有哪些 需要具备跨平台进行离线作业和在线服务的综合能力 需要具备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能够贯穿数据的收集 数据的加工 算法开发 模型训练和在线发布 我们还需要为用户提供一个极简的用户体验 能够端到端的在一个平台上操作 让算法工程师对复杂的底层设施无感知 一个跨平台全生命周期管理极简用户体验的机器学习平台 需要掌握数据基础设施加机器学习引擎和全流程覆盖的能力 机器学习平台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有哪些呢 就是Hadoop是企业级大数据的主要生态 HDFS上仍然存储着大量的数据 通过Hive、Spark、Flink加快了数据的处理 K8S承载着在线和离线任务的混合部署 Spark也可以通过K8S支持机器学习中的数据加工处理 训练好的机器学习模型也可以通过K8S 很好的提供在线的服务 机器学习平台需要支持多种机器学习引擎框架 比如说TesonFlow、Petouch、XGBOX等等 目前也缺乏能够统一支持这些引擎框架 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编写算法 到处运行的统一平台 另一方面也缺乏数据处理系统的相互协同 让我们可以进行高效的一个数据交换 数据有效性的验证 离线作业和在线服务的工作流混合编排 在机器学习工作的全流程覆盖需求中 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平台进行一站式的管理 其中包括了算法开发、数据处理、任务调度、模型管理、服务发布、系统监控 多住户和多人的协作开发能力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Sumbrane项目的现状 这里是Sumbrane项目的整体系统架构 由下来上我们可以看到 最底层的K8S负责进行数据加工和离线作业 模型在线服务的调度和执行 上一层的Sumbrane核心层 包括了支持多种机器学习框架的ML Engine模块 和负责处理数据加工的Data Engine模块 我们提供PYSumbrane支持用户通过Python语法 对整个平台进行操作 整个Sumbrane的各个模块也都是通过K8S的Operator 进行了云原生的开发和管理 最上一层我们为算法工程师提供了界面操作的Worker Branch 算法工程师可以在可思化的界面里 进行机器学习算法的项目管理 数据加工 任务编排 模型开发和管理 并支持Worker Flow进行作业编排 目前Sumbrane项目已经发布了0.7版本 支持的机器学习框架有TesonFlow PyTouch和XGBOX Sumbrane可以通过K8S提供 在生产环境中使用 开发工程师也可以通过MiniCube 在本地搭建一个开发环境 算法工程师可以在平台上通过Jubit 进行算法开发和实验 支持模型的训练 模型的管理和在线服务 我们还为Sumbrane用户提供了一个客户端 能够接入机器学习平台 进行维护管理和使用 Sumbrane提供了完善的平台部署 和TesonFlow PyTouch等等 机器学习框架的YML文件和Dock镜像 这让整个系统的部署和使用 都变得非常简单 你只需运行一条Helm命令 就可以让Sumbrane机器学习平台运行在KBICE 或者云值上 想体验Sumbrane机器学习平台 所需要的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只需要启动MiniCube环境 然后通过Helm一键式的安装和部署Sumbrane 就可以直接运行 Sumbrane提供多用户操作的Worker Branch 数据科学家和算法工程师都可以通过 浏览器就可以完成数据加工 算法开发 作业调度 模型训练 以及模型收音的所有工作 下面是Sumbrane平台运行后的Worker Branch的操作界面介绍 在这里可以进行机器学习算法开发的所有步骤 我们从新增一个模型算法的实验开始 我们在Jubit里可以编写模型训练的算法 编写完算法后 设置模型训练的启动参数 设定运行环境和Dock镜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目前可以支持Tyson Flow和PyTorch的两种算法框架 我们分别 我们设定分布式训练的Worker节点数 以及每个Worker的CPU和GPU个数 内层大小等等运行环境 我们可以检查整个训练作业的配置参数 点击提交按钮后 我们就可以将机器学习算法提交到K8S中运行 在模型算法实验中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提交的训练作业的运行状态 在列表中点击其中一个训练作业 我们可以可视化的看到训练的执行情况 包括Metrics信息 输入输出信息等等 在我们检查完模型算法后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模型进行发布 在这个页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发布的所有模型 在模型的收音页面中 一些工作流的一些编排管理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我们这个Fly这个专案的Maintainer跟Committer 然后再来我也是今天要介绍的项目Apache Submarine的Committer跟PNC 然后今天主要是想要介绍一下这个Apache Submarine这个端到端的还有多人协作的一个机器学习平台 主要的一些功能 然后还有一些介绍 然后再来就是带大家如何使用这个Submarine这个机器学习平台 然后Submarine里面有一个很重要component是Submarine Operator Submarine Operator主要是基层KBIS Operator 然后里面有定义了我们自己Submarine的一个CRD 然后使用者可以透过Submarine Operator去create一个Submarine Cluster 然后这些Cluster里面会包含一个Submarine Database 然后MinIO的一个作为的储存一些数据 然后还有绘织一些Datasets 然后还有一个MLVlog的Server 还有TensorBoard的Server 还有Submarine自己本身的Server 然后使用者可以透过Submarine Operator去create不同好几个Submarine Cluster 然后来达到一些多住户的一些管理 还有一些多人协作 然后另外Submarine Operator另外的功能还有就是说 今天如果Database有错了 它可以去帮你做一些自动恢复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今天有多人去存取Submarine Server 它会去帮你做一些自动一些扩容 然后再来还会去帮忙监控Submarine Cluster的一些CPU 还有GPU的一些使用资源 然后接下来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Submarine Workbench Submarine是端到端的一个积蓄性命体 所以使用者对中端的使用者来说 他们只要去透过Submarine 可以去做到一些数据的一些开发清洗 然后再来模型的训练 然后再来还有模型的管理 全部都是透过Submarine Workbench这个页面 去做一些开发还有训练 然后首先我要去介绍Submarine Notebook Submarine Notebook主要是去帮助开发 帮助使用者去创建一个Notebook在K8s上面 然后你可以去给你的Notebook的一个名字 然后选择你的Environment 然后根据你的需求选择你的CPU跟GPU 或是还有Memory 然后Submarine就会去帮你调度这些资源 然后在K8s上面去创建一个Notebook的Server 然后使用者就可以透过在Notebook 去做一些模型的开发 然后再来是Experiment 今天当你如果训练在Notebook上面开发完之后 你可能想要Scale你的模型 你就可以透过Experiment 去做一些Offline的一些大规模的一些分散式的训练 这边你可以去CREATE一个新的Experiment 然后去Define一个新的Experiment 可能给它一个名字 然后你需要RUN的这个脚本的一些Entry Point 然后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你可以可能是分散式的TensorFlow的训练 或是分散式的Python的训练 然后去选择你需要创建的Walker 或是PS 然后Submarine基本上支援多Walker训练的架构 也支援PS的Walker训练的架构 所以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你要几个Walker 或是你要几个PS 一样也可以去配置你不同Walker的一些CPU的支援 还有GPU的支援 然后Submarine会去帮你做这些支援的调度 然后在KVOS上面跑这个分散式训练的任务 然后你可以去preview你这个Experiment的一些Spec 然后确定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任务训练出去 然后你这边就可以看到不同你Offline训练的一些Experiment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任务的一些管理之类的 再来Template的话其实就是Predefined的Experiment 你可能已经视线好 视线定义好你这个Experiment需要哪些支援 然后你的Experiment是用到哪些Python的Image 然后你的Experiment是用到哪些Command 然后你定义好你的Predefined的Template之后 你这边就可以看到你这个Job会有哪些环境变数 这个Job用哪个Image 这个Job会让哪些Command 一样你可以在Experiment这个页面 New Experiment 然后你可以直接从Predefined的Template里面去选择你的任务 然后可能是TFM List 然后你只要去给定你的Learning Rate Bage Size 然后一样的Experiment的名字 然后你就可以透过这个Predefined的Template 直接去Summit你的任务 你不用再重新去指定说你的Command要什么 再来Environment的话 主要是帮使用者去做一些Python环境的依赖 然后使用者可以透过New Environment这个Button 然后去Create你要的Environment的DuckImage 然后这个Environment好处主要是去帮助使用者去管理你这些Python环境的依赖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上传一个Conda的这个环境的一些配置 上传上来之后你可以Create一个Environment 然后每个Environment里面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个Conda的一个配置 或是说你的Python的依赖 然后你可以在你的Notebook或是Experiment里面去选择你的Environment 这样创建起来的Notebook或是你分散式的一些训练的Job 上面会帮你Mount一个这个Conda的环境配置到你这个Pod里面 这样不管是你的Notebook或是你的Experiment里面都会有这些Python的一些环境依赖 你就不用自己再去重新View一个Image 然后这个Image里面需要你的依赖 你只要去指定说你这个只要去给定一个Conda的这个环境配置 你就可以去来提供你这个Notebook或Experiment这个训练的环境 再来的话我要介绍这个Model Management 就是当你今天分散式训练的Job训练完之后 它会outboot出一个Model的模型 然后你可以在Sumberwin上面去做一些Model的一些模型的管理 还有一些版本的控制 再来还有一些Surfing的服务 未来我们会加进去了 然后你可以点进这边TensorFlow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刚刚训练好的模型 训练的时间 然后模型的版本 然后你可以去点这个模型 然后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些模型的一些Experiment ID 你可以去追踪你这个模型是哪一个Experiment 确定出来的 你可以去做一些模型的追踪 再来我们还会加入Dataset去做一些Dataset追踪 你这个模型是根据什么Dataset确定出来的 然后还有再来是跑哪些Experiment 跑TensorFlow还是跑PyTorch 然后用哪些资源都可以去在Sumberwin这个页面去做一些追踪 模型管理 对 ApacheSumberwin的论文也获得发表在2022年的AerrorMLSys会议中 这里有论文的下载地址 欢迎大家下载浏览 目前Sumberwin已经在滴滴贝克早房和Colidera进行了实际的线上的使用 也欢迎更多的用户使用Sumberwin进行机器学习的开发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Sumberwin的未来规划 目前正在开发的0.8版本中 我们准备支持模型的监控和多模型的部署能力 通过ApacheArow来加速训练数据的读写 另外支持WorkerBench的SSO单点登录能力 在未来规划的0.9版本中 将会支持WorkerFloor的工作流编排数据级的管理 多住户的管理能力 最后欢迎大家加入ApacheSumberwin社区 大家可以通过Sumberwin的官方网站和GetaApple参加 了解项目的更多详细信息 欢迎大家通过Sumberwin的Sleek和微信公众号参与到市区送来 我们在市区里每周都会定期有项目会议 欢迎大家加入 这就是我的ApacheSumberwin的分享 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